今天是3月13号 截止A股收盘上证指数是收了3043点 从2635到3043 其实这一波反弹已经是涨了400多点 那么这400多点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250024年这一波杀跌你回来了吗 如果说没回来 现在A股出现高位的震荡 有调整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要不要减仓 赚钱的还好说 赚钱的大不了 我就把仓位卖出去 反正我赚钱了 但是没赚钱了 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还有就是哪些板块要注意和重视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给大家谈一下 操作的一些方向和思路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 A股出现几百点的反弹以后 很多还没回本的 很多还在纠结的 到底该怎么做呢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来做一个一一的解读 在讲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首先在讲之前回答大家一个关系的问题 最近总是有人跟我说 你总是讲400多点的反弹 你回本了吗 你吃肉了吗 我想问一下你 你回本了吗 你吃肉了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回本了 但是肉呢 并没有吃多少 只能说是吃了一个小肉 为什么这么讲呢 很多会说 那你到底回了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2月份的数据 等一下我在评论区给大家发个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2月份这一波反弹 我总共是回来了40个点 多一点点 超过了40个点 大家想想 2月份回来40个点 那你觉得我还能亏钱吗 我还能够赚那么一点点 所以在2月份这一段上涨的过程中 如果你没回来30个点以上的 我觉得你是不合格的 或者说你没有抓住重点 没有抓住焦点 其实我认为回了40个点 只能说一般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我在2024年这个开局的时候亏了40个点 但是在2月份月底的时候 我不仅仅亏了赚回来 我还赚了50个点 那我问他怎么操作的 他跟我说 我就有住了一支票 马仓重仓了一支票 结果那个票涨了一倍多 还这么讲 我无话可说 为什么 因为人家运气好 对吧 偏偏那个票涨了一倍多 他还重仓马仓 这个就相当于重彩票一样的 这种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参考性 这完全就是 破运气赌对吧 赌对了 你吃肉赌错了 那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会承受更大的损失呢 好 而我们不讲这些 我们做股票做概率做技术分析 不讲赌 赌的是没用的 有些人经常跟我讲 哎呀 欧阳你讲的这些没用 你就告诉我明天是涨还是跌 明天会不会涨停 如果会涨停的话 我就今天买 或是我明天开盘买 这个才是牛逼的 我一听这个我就懵了 我就晕了 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明天这个票获涨停 那我基本上不用分析了 为什么 哪怕我今天倾家荡产砸锅卖铁 哪怕是去借 我也要全仓满仓去买进去 对吧 明天一个涨停满出来 我就赚10个点 那这个钱不香吗 是不是 所以跟我讲这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纠结 觉得很郁闷 其实我们做股票分析 分析的是什么 分析的是概率 就是在这个位置 大概率会怎么走 在这个位置我要怎么做 大概率会赚钱 这才是重点 不要讲那些没用的 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散户 就在讲 这些都没用 你就告诉我今天是买还是卖 今天能买进去 明天能不能赚钱 明天能不能涨 其实说这话 我觉得就包括一些所谓的博主 一些分析师 他告诉你 明天这个面积要大涨 明天这个板块会爆发 那我觉得就是有点信口开河 真正能够左右A股上涨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技术分析 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一些博 某些的一些博主 其实真正掌握在水手里 就掌握在我们的高层手里 高层想让它涨 它就会涨 高层想让它跌 它就会跌 不会不别的 就比如说近期这两天 A股出现调整 为什么会重新调整 尤其是像今天这盘面 5号出现了一个跳水 那么为什么会跳水 其实原因大家现在应该都清楚了 就是有传出消息 感觉什么 转融通又要回归了 又要回来了 所以股民有点害怕了 有点担心的 你看是吧 这个不就跳水吗 但如果说一旦转融通 回归正常的话 A股会不会像前面 像这一天一样的 突然又崩盘了 又出现大跌了对不对 这一天是因为什么大跌 就是因为一个小皱门吗 他说转融通开始又要回归了 结果突然就出现大跌崩盘 又是几百股跌停 但是马上我们的管理层说了 哎这个没这个事 这个是传门不实 所以第二天直接就反驳了 但问题是如果说 转融通真的回归正常的A股 是不是又过出去大潮水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A股的涨跌 感觉跟技术分析问题不大 其实我们技术分析分析 就是一个什么大概率 真正能够只把握 能够掌握涨跌的 就看高层怎么出招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窗位 然后尽量的使自己的成功率高一点 不就抓起来吗 对不对 如果像分析有那么准确的话 有那么牛逼的话 那早就实现财富自由 早就是中国首富世界首富了 对不对 所以朋友们以后不要听某些分析师 讲明天会大涨 这个时候这个板块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板块又什么又起飞了 那我觉得这有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有点画饼的嫌疑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在埃股这一轮400点的 超400点的反弹过程中 哪些是机会 哪些要注意呢 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个是 你要盯紧市场的节奏 你比如说这一轮400点反弹过程中 市场核心看你家里 中特孤 中特孤这一块还有谁啊 银行 还有谁啊 还有科技 汽车 所以这几个方向才是重点 如果你持有的是中特孤 持有的是银行 持有的是科技汽车 那我相信大家几乎都回来了 但是你没有持有这几个方向的 是不会回来的 除非你运行特别好 你打个票特别留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高位出现连续调整了 没回本的该怎么操作呢 就比如说 很多人一看中字头最近那么强势 中字头我到底这个位置还能不能追呢 对吧 给大家提个醒 中字头到了前期高位 到了前期高位 这个是压力区间 就算他继续涨的话 你也不能盲目去追 为什么 他后期可能还会去冲这个高位 但是 你想想 这个位置你再去追的话 明显就有点高位接盘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做 等他回踩后的进攻 这里是红盘震荡 我们不追 他如果追急跌急 杀了 杀到下面强制撑位了 那不就是给了我们机会吗 是不是给了机会 什么DC吗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不要急 不要慌 你很多就这样子 这一波上涨的时候错过了 你看这里出现震荡了 然后他又怕他怎么 怕他强势拉伸 怕他继续大涨 那我就在这个位置进去 那我觉得没必要究竟 你在这个位置进去了以后 你看他一旦调整的话 你不就套座了 你不就接反了吗 我们需要是什么 需要的一个安全的位置 他跌到下面支撑位了 我再去博一下 我再去跟踪一下 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我觉得是更好的 但中头的话要区别对待 前段时间上涨的原因 原因 前段时间上涨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是中透孤里面的高股息 比如说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 中国移动 包括中国神华这些 但是这些票涨得高以后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 不要盲目的去 我们重心接下来放在哪里 我们重心接下来放在第一位的 部长 第一位的科技军工 包括大基建 这些方向 所以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应对的吗 好 说到中市头 那就是银行 银行在这一段反弹过程中是非常强劲的 从这里起来已经反弹到高位 不说别的 你看银行的走势 其实他已经反弹到去年5月份那高点了 对不对 去年其实他已经反弹到去年5月份那高点 我们回到上证 大家看去年5月份上证是什么 是什么位置 大家看没有 去年5月份上证指数是3400点 对吧 去年5月份上证是3400点 那么银行它的反弹位置 其实已经到了去年5月份的位置 如果你一直持有银行的 那我告诉你你这一段时间的银行 不仅你不亏钱 甚至还会赚钱大赚钱 当然你是从其他板块 勾入的去追高银行的 你很有可能回不了本 为什么 因为银行板块它整体跌幅小 反弹的力度也会很小 你如果在其他板块亏了40个点 亏了50个点 那么你在银行板块 可能就回了20个点 你认识还是亏钱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但不管怎么样 银行板块 扳到了去年的高位 你觉得这个位置还能去追吗 还能去轻易参与吗 那肯定不行 对不对 所以你要参与的话 你要等它回踩下来 等它调整下来 等它到定位了 我再去做个跟踪 我再去做个DC 那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这节奏 这策略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好好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科技 科技的话是进行市场核心主张场 主要是在AR方向 人工智能方向 说白了重心就在华为概念这个方向 大家看华为概念 近期是连续的走强连续上涨 那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撒跌过程中持有华为概念的 我相信只要你窗位没蹦 窗位没动的 一直持有不变的 那么很多人应该回本了 甚至你的票是属于核心票 是人气票 是农头票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赚钱的 我在前面告诉大家 因为我在这一段时间撒跌过程中 我就持有的是什么 是华为概念里面的科技有两个票 所以在这一段撒跌过程中 大家知道吗 最多的时候也亏了三十几个点 接近40个点 就是在这一波 A股调整过程中 科技撒跌过程中 我的两个票 几乎都已经逼近了40个点 三有一个有一个逼近40个点 有一个亏了30个点多一点点 平均下来亏了三十几个点 所以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在低位 这个低位忍不住割掉了 我想想大家 是不是就错过了回本的最佳机会 最终我回来了 还赚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就是重点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我说有些板块跌下去 他有机会给你回来 但是有些板块跌下去了 他回不来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哎呀大房跌 我的票跌的更惨 大房涨 我的票就是涨不回来 是吧 大房跌10个点 我的票可能跌20个点 但是大房涨了4个点回来 我的票才回来5个点 是不是这段情况 是呀 这就是你的方向和股票选的不对 朋友们 好票 人机票 热点板块 就算短期在重磅利空的影响下 在大方的影响下跌下去了 实际上大房回暖 他也有机会给你 转回来 在前面有多次跟朋友在聊这个事 但这一段时间下跌的过程中 很多跟我说该怎么操作 该怎么操作 我说如果你是跌了10来个点 你可以选择割肉 但是你跌了30个点 跌了40个点 你属于科技类的话 你只要不加杠杆 只要不被干趴下 你就可以继续躺平 我说的很清楚 在这一段时间撒跌过程中 尤其是在4年间5年间的这个过程中 他心里都非常是难受 有几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你都套了30个点40个点了 只要你没加杠杆 只要你不怕干掉 你就直接躺 有仓位的你可以稍微加一点 没关系 你想想现在这个位置撕不回了 但是你这个位置干掉了 或者说你这个位置减仓了 哪怕他回到原来位置 哪怕涨了比你的票 原来位置还高 你也回到日本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回到现实 现在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还能参与吗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华为方向怎么办 他就是一个轮动 很多票大涨了 涨了前高压力位了 他就开始调整了 开始下来了 但是又有很多票还在低位 开始补涨了 说白了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高低切 高位的换成低位的就新的嘛 对不对 很多票大赚了 很多票回来了 到高位压力的 我就捡点仓 我就捡把这个票落袋 以后来我去找一个低位的 没怎么涨的 近期 走是比较稳的 那我去做个潜伏 等他反弹 等他轮动补涨 不就对了吗 是不是这个折折之后策略 不就出来了吗 大家看 今天涨幅剧情的大涨的票 很多是属于的 你看这种 是不是属于低费的 没怎么涨的 对吧 后期出现补涨 你看这种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轮动补涨 不就起来了吗 你像这种酒期 前期是属于人机票 属于龙头票之一 那么近期反弹力度 是不及预期的 可能他就反弹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里不就出去补涨了吗 所以补涨的机会 不就来了吗 凯善文化 还有包括协星 中电 包括松支 海量数据 是不是都差不多的行情 你看普天科技 都差不多 你如果在这个位置 你如果在这个位置干掉了 你想想这里一放弹 是不是又到快到你前期的位置来了 虽然持有不动的话 你都你都可以回本了 这个就是一个策略 你持有的必须是一些人气品种 必须是一些主性品种 他有机会给你回本 有机会补涨 但是你持有的是一些资金 关注比较低的 那就当我没说 好 还有一个方向汽车 汽车的话 如果你是一直持有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回本了 2024年这一波沙电 从这里开始 你看汽车大概是从这个位置刹了低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指数还差一点 没回来 但是个股的话 很多都回来了 很多操作比较好的 都应该吃到肉了 这里的话 汽车仍然也是个焦点 也是个重点 还是有机会的 接下来如果汽车也回踩 汽车也回踩 有低点 仍然是机会 仍然可以博可以跟踪 操作策略和失度 跟刚才的科技一样的 我们 小心 不要去再去去追那些 涨了几十个点 涨了一倍两倍的了 我们去找一些低位的 不涨的 大家看 今天大涨的 今天涨停的票 是不是很多是所谓低位的 前期没怎么涨的 你像英里汽车对吧 澳联版 前期是不是涨的比较少 但如果你潜伏了 这不涨了吗 贤星 中资 包括东募 清洁人 这些都差不多 还有包括前期一些核心票 然后先生会说 哎呀那汽车板块票太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找人气票 前期农着票做潜伏 东安 这个是前期农着票 是不是前期出现一波上涨 你看这一波上涨 是不是非能疯狂 这段时间杀了比较厉害 那么你在这些位置潜伏 有没有机会 不就来了吗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 对吧 那这里一访谈一拉伸 一补涨 你不就吃肉了吗 所以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就出来了 我前前面总是跟大家讲 能力强的去咬住新龙头 去盯紧新龙头 但是能力弱的 没有强 没有能力的 要胆子又比较小的 去找老龙头潜伏 做一个博弈反出反弹 也可以 对不对 这个策略就出来了 所以你如果持有的是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向 或者说是盯紧的这几个方向做的 我相信大家这一波反弹 都应该回来了 甚至有人吃肉了 但是再次提醒大家 高位一定要小心的 我们要什么 要避开回踩控制仓位 不要刚刚回来 或者说快回来了 你要有轻易的去追高 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是不太对的 其他的板块就是属于轮动 至少不能盲目的去追高了 你比如说昨天强势的房地产 比如说昨天强势的中药 对吧 都看到很强 但是我告诉你 底下最高很容易被案 你说房地产 昨天很强涨了三个多点 今天直接就跌了两个多点 又被案了 说你昨天去追高了 今天是不是亏钱的 但是你昨天不追高的 今天一刹跌 明天再调整的话 你去做个DC 可不可以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对不对 他他拉高了 调整 以后我在这个位置低息 后面再拉高 再从高 我不就逢高减仓逢高出货 我不就赚钱了吗 这个节奏 这个处理 我到时觉得是没有问题 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个技术 当他指数 中长期 当他指数是中长期往下跌的时候 他出现大幅度拉伸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追 但是他回踩缩链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什么 回踩缩链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个DC 做个潜伏 也突然又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甭高减仓出货 这个节奏就对了 大家记住一个细节 这个我在前面多期视频都跟大家讲过 你如果你把握住了 能够跟上了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回本 甚至都会有机会吃肉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